今天的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日前卫福部核准清关一号公费使用 那么一般的共识是说 只有确诊者才能够服用 但是现在有中医师就认为说 他觉得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会误导大家还可能会延误病情 他建议说 医事人员等六大类高风险族群 在还没有确诊前 都应该要积极主动的服用清关一号 作为日防性投药 不过他这样子的说法 立刻引发了其他不少的中医师 跳出来反对 建议说高风险族群 是可以先准备着 但是不用日防性投药 如果民众自行服用清关一号 部分的人还可能会因为 体质上的不适应 出现腹泻的症状 很多中医师都在讲 确诊才可以投药 这根本是不对的 误导民众并且延误病情 影片里中医师强调 如果从事高风险工作的人 也可以预防性投药 服用清关一号 像是这六大类高风险族群 包括65岁以上长者 或是接触确诊者后居家隔离的人 还有医事人员 机组员和防疫车队驾驶等等 在还没确诊前可以服用 在病毒的传播高风期 短期使用清关一号 半剂量或三分之一剂量 一到三个月 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伤害我们的身体 但这样的看法 却也引发其他中医师讨论 投清关一号的时候 也看到很多病人吃到拉肚子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清关一号做预防性的投药 因为现在药材都非常的缺滑 做预防性的投药 其实是不建议的 看看清关一号 其中的十种药物 虽然不是剧烈性中药 但每个人体质和状况不同 有医师认为高风险族群 可以先备药 不用预防性投药 指挥中心则不建议 把清关一号 当成保健食品来吃 本身我们通过的 并不是一个保健食品 它是一个处方药 否则会变成药的人 拿不到 先去拿一家人 不见得对他身体一定好 因为跟我们的适应症 不知道是相符还不相符 我们一直强调就是 这个要确诊的患者 经中医师诊疗 要确定制和服用 才服清关一号 还是货币民众 经过医师评估 再使用更不要同货 就怕服用后 因为体质不适 反倒引来腹泻等症状 得不偿失 记者送不到